近日显示一名女子身穿军装佩戴乌克兰勋章的照片在网络疯传 照片的标题为乌克兰女子一人炸毁52台俄军坦克 对此路透社19日澄清称 没有证据表明照片中身穿军装的乌克兰女子参与了本次俄乌冲突 这张照片其实是来自乌克兰军方信息网站上2021年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称这名女子是一名医生 路透社表示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能够表明照片中的女子参与了这场战斗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摧毁了52辆俄军坦克 这张照片是在2021年3月由乌克兰国防部的一个信息部门发布的 是一篇人员简介文章的配图 文章中称照片中的人是韦多利亚·帕拉玛楚克少校 他是一名创伤科专家 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乌克兰医疗服务部门工作 在这篇文章发表时 帕拉玛楚克正在一家外伤诊所的创伤科 担任高级住院医师 进行枪伤处理和截肢等复杂手术 与此同时 2021年10月 该网站发表的另一篇专题文章提到 帕拉玛楚克是一个军用摩托车俱乐部的成员 乌克兰国防部4月17日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这场冲突中 损失了至少773辆坦克 而根据军事博客欧里克斯的统计 截至4月12日 俄罗斯至少损失了2770件军事装备 包括至少476辆被摧毁损坏仪器或缴获的坦克 对战场上亡情况 俄乌一直以来各说各话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月16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6日称 自俄方2月发动军事攻势以来 乌克兰军队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估计检员打23367人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 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隐瞒乌方损失的真实规模 称泽连斯基不敢告诉乌克兰人民 多少乌方人员已经阵亡 而乌克兰声称 乌方在本国全境共损失2500名到3000名军人 这是泽连斯基15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给出的数字 他当时声称俄罗斯军队伤亡人数多达2万 莫斯科强烈驳斥泽连斯基这一说法